這個議會陣線的毛孟靜議員和我們民主派會議的召集人 我首先大家邀請一件事 我們今晚你幫我做一件事 我們民陣和民主派的會議一起出一封信給林鄭 要求她回應民意好不好 這封信我們就已經準備就緒了 但今晚已經實在是太晚了 而我們的訴求其實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八個字 撤回修訂林鄭下台 她下不下台就要有些時間的 不是說下就下的 但是她撤銷那條修訂 今天是星期日 現在是星期日晚 問了一點點 但是明早是不是她應該都要回一回應 大家認為是否她明早早應該一睜開眼 睡完覺如果她睡得著的話 今晚是否應該回應 各位我已經進入花甲之年 我在香港出生長大 我一直做我最喜歡的新聞工作 這麼多年來採訪 這麼多這麼多的遊行 這麼多的集會 沒有一次是今次這麼令我感動 因為我以為香港人 哇 為地鐵關掉那些閘 就不如不去咯 有什麼大件事呢 不去咯 即不爭在你一個 她竟然會搭船 會排隊排盜輪 我感動得無以復家 剛才加拿大CBC電台打電話來 說等一下可不可以做個即時訪問 她問我 今天大半天最令你感動是哪一筆 我就說除了是人數之外 實實在在是香港人 那種我死都要出來 告訴你林鄭聽 我頂你不順的那種決心 是不是 也都有人說 我們民主派在議會 是不夠票的 那不夠票 不是因為我們 所謂不夠票是不夠席位 我們事實在選舉的時候 是有非常多的票 只不過是一個扭曲的選舉制度之下 我們得的票就多 我們拿的位就少 這個可恥的政府 所以今天下午有人 忽然叫了一句 我要真普選 也是感動得無以復家的 香港人 我們頂硬上 好不好 好 好 那最後 有人說 你民主派會議的人 就是我們在議會的民主派議員 是不是 為什麼眼紅得這麼緊要 因為感動得無以復家 好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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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派 各位 在立法會 你說還需不需要 我們商量一下 今天我們這麼威猛 狠狠地 向林鄭 刮了一巴 她應該自己懂得回應 我們是不是還要商討呢 對我來說 各位香港人 真是很簡單 還有什麼好談呢 今天我們的訴求是剛才那八個字 我們看她明天怎樣回應 我們明天下午一點靜 會在立法會這裏 跟民陣一起開個記招 我們看看到時林鄭 會怎樣回應 我們一百萬的市民 我們告訴她 香港人實實在在是有骨氣的 但各位 我們在立法會 是真是頂不住 大家看到朱凱迪 我們在議會 真是需要大家的支持 亦都希望 多謝 大家看看萬別 朱凱迪 我們比較年輕的一輩 真是頂不住 各位 我們要求 有香港人的力量 在背後撐著我們 我們起碼 有多一些籌碼 跟建制派講 老老實實 不可以經常提我們 林鄭在立法會本身是沒有票的 說會過 是那班這樣的 建制派 你又不可以說 建制派 聽老闆說的 建制派不擔心選舉 她一樣擔心 是嗎 但是 我們不可以就這樣說 喂 不要啦 不要過啦 不行的 要靠香港人 我今天再次感謝 一百零三萬的香港人 多謝 Mis Law 你剛剛說到我們的目標 就是撤回惡法 林鄭下台 我在這裡講策略 因為有目標一定有好的策略 就是議會內外 團結一致 我相信今天 有一個可以有一百零三萬 上街的這個成果 傳來是過去我們這麼多個月 議會內外 社會各界 不同社群的人 我們都是團結一致 為這個目標去發聲 是不是 我希望未來 我們香港 仍然保持這個團結 好不好 好 好 多謝Mis Law 我在這裡宣佈 民陣的集會遊行結束 但是我知道仍然有人 是趕來終點的 民陣是會等到最後一個人來到終點 或者我們不反對通知書 規限我們那個集會時間 11點59分 民陣會為市民站到最後 那我知道 今天晚上有一些團體 是有行動的 是跟民陣無關 但是 是跟我們整個香港有關 民陣無法起 大家市民是否要參與 大家會自己有選擇 希望大家保護好自己 我們會希望 我們的林鄭政府不要等明天了 盡快出來就回應了 令到我們一幫市民 我們一幫年輕人 不需要那麼辛苦 因為在過去 我們面對很多政治打壓 我們仍然 我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年輕人 他是說要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 是會有一個政治檢控的成本 我認不認同這個行動策略都好 我希望大家為這一幫年輕人 他願意為香港所付出的事去鼓掌 因為 這個是證明我們的政府 為何要逼到我們的年輕人去到絕路 如果大家沒有想過參與留守的市民 可以離開 大家如果想著參與留守的 我只能夠希望大家 保護好自己 一起團結一致 為香港努力 多謝大家 可否給個被捕支援熱線 我在這裏 辛苦了 是 希望大家 真的要保護好自己 和保護好身邊的人 請容許我在這裏 再做一次被捕支援的 熱線號碼是甚麼 6549-9452 再說一次 6549-9452 請大家留意 當你短訊 或者用Whatsapp 把你的資料發送到這個訊息 這個電話的時候 有幾個很重要的資料 你一定要給到被捕支援 第一 是你中文的全名 第二 是你被捕的地方 第三 是你被捕之後 你會去的警署 第四 英文全名 英文全名 以及 如果你可以的 身份證號碼 如果你是在場的朋友 你見到木島有人被捕 請你都幫他 你抽下了這個電話 就幫他把這些資料 發送到我們的被捕支援熱線 短訊或者Whatsapp 就可以令到朋友 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援 我們在台上也看到 其實在後面 仍然是有很多市民來 也有很多市民 應該去到中訊 以及在天尾 那我相信有些市民 都會想來到政府總部 這個終點 來到台前 就完成這個 就是遊行 所以現在前面的朋友 你們如果有一個地方 是讓市民可以向前移動的話 就向左邊和右邊的地方移動 特別是立法會的地方 有這麼多空間 讓你移動前 讓後面的人可以上來 如果你要留下 你就在適當的位置留下 讓空間讓後面的人上來就可以了 好 那我在這裡真的要說一件事 就是 未來真的 民陣會看準時機 再次發起行動 我再次希望市民 能夠再次為香港站出來 是請假都要站出來 這個一定是可以 中資成城 一定是可以辦到這個惡法 好 今天我們的集會在這裡結束